欧洲疫情在起 当局该不该封城防疫 西班牙和比利时都有争议 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指南一直在变 上周才呼吁欧洲政府果断封城 但是隔美几天又改口 强调不应该把封城当作防控疫情的主要手段 时间再往回推 世卫官员之前也曾经说过 大家都不希望封城 但可能是防疫唯一的选择 如今又在自打嘴巴 让各国无所适从 世卫组织提出了防疫方针变变变 到底该听哪一句 世卫组织上星期着针对欧洲疫情再起 呼吁各国果断封城 才没几天又自己打脸 认为封城没有用 不能当作防控疫情主要手段 而到底防疫保命摆第一 还是拼经济比较重要 各国政策一直在拉锯 西班牙集右派12号开车塞爆马德里街头 为国旗按喇叭 抗议政府为了防疫封城违法 要求当局下台 比利时则是疫情再起 最近两天单日新增确诊5000到8000例 工卫专家正在跟政府讨论 再次封城的可能性 新冠疫情也可能烧到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范里刚官方证实 教宗身边四名禁卫队士兵确诊 而新冠病毒来自动物 世卫组织也证实水雕容易受感染 363家水雕养殖场 日前就爆发疫情 当局立刻大局扑杀至少250万只 恐怕将冲击时尚皮草市场 杨正平编译